北京时间,2018年9月17日,晚上北京五颗松球馆热闹非常,这是中国篮球的一个大party,南篮篮队在杜丰主教练带领下战胜了约旦,接下来南篮凤队荷兰队将合并为一支球队,全力备战明年在中国举行的南篮世界杯。 红篮分队将更多的年轻球员通过比赛,占线呼提高自己的能力,同时也让球迷们看清楚了哪些球员是国内最强的,当最后国家队合并的时候球迷们对对球队的选人条件也有更客观的认识,接下来我们来我们一起来吧,分析,以下各个位置人员预测,备注,所有的球员都在健康的情况下,内心已定,意见连, 周期,王哲林意见连,一哥还是一哥,就算不像周期留在NBA,明年的市井赛仍然是爱连康大棋,周期,能够登陆NBA就是对他选丽最好的认可,入选也没有选面,王哲林,亚运会对哈达迪的防守明显比周期来得更好,空手平衡的他入选也理所应当,内心最后一个位置, 韩德军和胡金秋二选一,如果王哲林入选,韩德军的机会就不大,两人左右共有重叠,胡金秋比哈德军年轻,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机率未来的考虑,胡金秋机会大于哈德军,风信已经定,定燕宇航,阿波都沙拉姆,周鸿定燕宇航, 国内第一角前锋,CBA连赛MVP,入选也是没有悬念,周亨,蓝蓝队长,攻防平衡,关键时刻是可以信赖的一位,阿波都沙拉姆,红蓝分队最大的受益者,义军突起的他直接抢了原本属于里根据定的位置,相信他的入选大家都不会有什么意见吧,风险竞争,刘志轩和里根大选一,刘志轩身材和打球风格, 刘志轩相对和周鸿,阿波都沙拉姆比较类似,面对身体强壮大欧美球员,里根估计还是首选,后卫线,郭艾伦,赵继伟,无钱无钱是本次红蓝分队的另一收获,球迷看到就算郭艾伦不在的时候,他也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后卫,后卫三人竞争最后一个名额,方说,赵锐,胡宁轩后卫竞争最为惨烈, 蓝队备受争议的宇德豪根本没有机会与这三位竞争,这三位球员在最近的比赛中的表现都很出色,方说稳定的三分,胡宁轩的突破,赵锐的冲进,各有特色,因为实力都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他们新赛季在CBA的表现,将直接决定谁会入选 各位球迷朋友们,不知大家有没有不同的意见,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互相交流意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